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长假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在家 感受父母的亲切问候和唠叨了 难得的长假加上春节各种亲戚朋友和家人们都在家 这个时候不正好是Switch登场表现的时候嘛 速报军为你进行挑选一批适合聚会时一起又玩的Switch游戏 这个春节用好玩的游戏征服亲戚朋友吧 第一款推荐的游戏是口碑超好玩起来超级欢乐的多人聚会游戏 全机特攻 全机特攻是一款适合2-4人的休闲策略游戏 游戏的胜负关键主要是看谁能先把对手击倒 在游戏中所有的玩家都潜伏在同一群看起来很像的机器人里面走矮走去 玩家需要把对手一一找出来干掉 并利用不同的场地规则来赢得游戏 这是一款适合所有玩家的游戏 操作简单上手没有门槛 游戏里的各种玩法都会在开局时为玩家详细介绍不存在不会玩的尴尬 游戏的重点也不是打斗 而是考验玩家的观察能力和策略性 如何隐藏自己和找到对手是获胜的关键 加上几个朋友一起玩这游戏别提多欢乐了 游戏支持最多4人本地连击 不支持网络连击稍微有些遗憾 游戏模型登陆Switch平台以及Steam平台支持中文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第二款推荐的游戏是超欢乐的多人聚会游戏超级机码 一款画面可爱操作简单几分钟就能上手的神奇游戏 超级机码是一款玩家不断制造陷阱来妨碍对手到达终点的互动游戏 其中的关卡有你和好友一道设置 若你闯关成功而好友却未能通关 那么你就会获得积分 最后积分高的玩家就能够获得胜利 游戏支持最多4名玩家本地或网络连击 玩家越多乐趣越多 要是能凑齐4个人 绝对的欢乐源泉啊 从脑洞大开的障碍设置到前方百计的顺利通关 游戏的每一步都充满独特的乐趣 在游戏中给朋友设置各种新奇古怪的障碍物阻挠它通关 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 游戏自家了13个各具特色的精致关卡 还支持玩家自定义关卡 你自己制作的关卡 还可以与全世界的网友一起分享 你也可以玩到成千上万的别人制作的关卡 耐玩性十足几乎不会腻 游戏应用登陆Switch Steam的平台 支持中文和跨平台联机 第三款推荐的游戏是超欢乐的多人聚会游戏南斯塔 本作将经典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大胆改造 加入了各种创新元素 达到了超适合多人聚会的欢乐体验 本作支持最多4人本地或者线上联机 不是消除方块而是要和朋友竞争 看谁先将方块堆到一定高度 游戏的过程中还有各种干扰道具 你可以利用道具让对手的方块变大 让方块无法旋转等 也可以用白魔法帮助自己消除掉不合适的方块 或者让方块缠绕在一起保持固定等 和朋友互坑也是游戏的一大乐趣 除了堆塔竞速模式以外 游戏里还有在规定高度下 看谁能塞进更多方块的趣味模式 还有随机出现干扰的随机模式等都非常有趣 本作的规则简单有趣 上手难度很低 很适合和朋友聚会时拿出来一起同乐 和女朋友一起玩也欢乐无比 本作我们将你当录了Switch Steam PS4 Xbox等平台 支持中文 喜欢的朋友可以一试哦 第四款推荐的游戏是Switch的首发作品 One to Switch 也许会有很多人质疑 因为这款游戏的耐玩度其实并不高 价格也让不少人吐槽不值 但是假如是春节聚会 你和佳人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那乐趣还真的是蛮多的 这游戏完全就是一个Switch的各种机能演示的范例 游戏里包含了几十种小游戏 许多游戏甚至不用干块游戏画面 只要盯着对手 根据声音和手柄的震动就可以游游玩 从起牛奶到牛仔射击 到听手柄震动解锁保险箱 第一次玩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和有趣 不过不耐玩是真的 如果聚会要用可以买个实体版 玩逆来还可以出二手更罢算一些 第五款推荐游戏是风靡全球的体感舞蹈游戏 《武力全开》的系列最新作《武力全开》2022 和以往一样 粉丝的新作依旧收录了40首全新歌曲 从短视频大热单曲MODE 到泰勒斯威夫特的Love Story 再到英雄联盟女团KDA的Popstar 以及年度最火 新人韩团Espa的Black Mamba 今年的歌单可谓是历代最强 包含欧美和韩国等一众神曲 各类玩家都可以得到满足 和以往一样 《武力全开》推出一个上手简单 你只需要随着游戏里的舞者 一起跳起来就可以了 在喜欢的音乐下 进行起舞 还乐又健康 当然如果能找到朋友一起来玩 那会更加热闹有趣 和朋友一起玩这个聚会神作 保证全场欢声效益不断 如果你订阅了游戏里的 《武力无限服务》 那么你还可以玩到 历代游戏内的几百首歌曲 旁大的曲库 让你一次跳个痛快 真的太爽了 游戏用在你登陆Switch Xbox PSDoom平台 支持中文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哟 第六款推荐游戏 是任天堂当家聚会神作 派对系列新作 《马里欧派对超级巨星》 如果你想要找一款聚会 是和朋友一起玩的欢乐游戏 选它就没错了 系列前作《超级马里欧派对》 曾经卖出超过1000万份 本次的新作相信也会大卖 与前作不同 《马里欧派对超级巨星》 去到了体感操作游戏 游戏内提供的100种游戏 都可以依靠手柄完成 你甚至不用抓下手柄 就可以唱玩所有游戏 虽然少了新鲜的体感 但是本作的乐趣一点也不少 不仅小游戏数量增多 而且游戏模式也很多 系列经典的双路游戏依然保留 支持最多四人一起本地或者线上比赛 最重要的是 本次还支持了和陌生网友 随机联机的功能 没朋友的玩家终于 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游玩了 真的太棒了 除了走格子的双路游戏模式外 游戏内的迷你游戏山 还提供了包含生存战模式 每日精选模式 团队对抗模式等多样的游玩方式 100种各剧特色的欢乐小游戏 让你玩个开心完全停不下来 游戏支持中文 喜欢聚会游戏的你还等什么呢 快叫上朋友一起玩起来吧 第七款推荐游戏 是超好玩的多人合作闯关类游戏 城堡毁灭者 本作可谓是多人合作游戏的 经典代表作之一 游戏支持本地或者网络四人联机 快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玩 城堡毁灭者讲述了 国王的宝石被魔王抢走的故事 而国王的四个女儿也被野蛮人抓走了 玩家需要经过不懈的努力 解救全部的公主并打败魔王 游戏的玩法是传统的 玩家还能随着游戏进展 解锁更多的攻击方式和连招 你要做的就是运用联机 格挡与魔法和不同属性的武器 一路过关展向打爆魔王 拯救公主 游戏的画风采用了手绘的卡通风格 画风非常可爱 而且有许多搞笑的桥段 与好友或者家人合作闯关非常有趣 而且耐玩性十足 游戏目前已登陆Switch、Steam、PS4、Xbox等平台 支持中文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哦 第八款推荐游戏是好评率97% 超过三万人为其打出好评 超好玩的多人合作游戏 武装原型 本作是一款像素风的 红版动作射击游戏 游戏里玩家扮演 专门打击犯罪分子的特工组织成员 你要前往世界各地 消灭邪恶势力 保护世界的和平 本作突出一个爽快感 游戏里有几十个角色可以选择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殊武器和技能 而且游戏里有超多的影视经典人物 从李小龙到黑艺人 再到铁血战士 应有尽有 操作熟悉的角色 进行射击非常爽快 游戏里的所有场景都可以被破坏 配合上舒服的振动反馈 玩起来完全停不下来 游戏还支持最多四人本地 或者线上联机 和朋友一起联机 乐趣更是无穷 组队进攻敌人太刺激了 有些关卡的强敌 和朋友一起打过之后 成就感简直爆棚 快叫上你的女朋友 或者兄弟们一起来玩吧 保证你们玩得开心 游戏目前有登陆 Switch Steam PS4 Xbox平台 虽然没中文 但是完全不影响游玩 喜欢的朋友可以一试哦 我们玩起来吧 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的速报约里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